各位晚上好 歡迎收看Omni News 各位新聞 我是張博 文革華無黨派協會 兩名學委員胡惠儀和Ken Denike 今天召開記者會 表示擔心學校局修改 性取向及性別身份政策 會令到公校的學生人數減少 由地產經濟一同出席記者會 表達對他們的支持 而兩人的連串行動 引來黨團的不滿 無黨派協會晚上發出新聞稿 宣布將兩人逐出黨團 胡惠儀表示 假如校局通過修改政策 家長就可能會送子女到私校 或者其他校去讀書 令溫室公校的學生人數減少 繼而影響校局的財政 主要是擔心公校的學生 會流失到私校的 原因是我們擔心到 很多西區的學生 如果家長經濟能力許可的話 他們會將小朋友送去私校讀書 我們是不想公校學生的流失 我們因此面對了1100萬的測試 而正當記者會舉行期間 一名在旁聽的男子 可能因為不滿部分傳媒 所問的問題 於是就有關政策 和部分記者引發爭論 又質問兩名學位 屬於維景溫哥會的 中華的校局主席Patty Bagus 知道有地產經濟參加今天的記者會 她批評兩名學委 只關心學生人數和樓價 完全不關心學生的安全 但是有參加記者會的地產經濟 所以就反駁記者會和樓價完全無關 好像我們擔心樓價下降 才提這個政策的問題 這個樓價跟這個不是直接的相關的 我們最首先我們是人 我們是這個社會的人 我們是有責任的人 那我們又是家長 所以我們關心這個政策 另外五黨派協會在晚上發出新聞稿 指胡惠儀和Candy Knight 由於很多事情都沒有諮詢黨團 獨行獨斷 對性別身份政策的看法和黨團也不一樣 決定將他們逐出黨團 而校局將會在下星期一 決定是否通過修改性取向 及性別身份政策